光刻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制造芯片的关键设备 但是光刻机到底长什么样子 甚至它到底有多大 可能并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光刻机 我最近正好参加了光刻机巨头 ASML组织的追光拼图活动 也来带大家一起线下感受一下 光刻机到底长什么样 首先想和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光刻机是整个芯片制造里最重要的环节 整个芯片制造的全流程 包括晶圆制造、光刻、刻石、离子注入、薄膜沉积、化学机械研磨等等 非常多复杂的步骤 毫不夸张的说芯片的制造过程就是沙子的进化之旅 沙子在地球上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在海滩上一抓一大把 但是从沙子造出来的芯片 以及由此进化出来的全球半导体产业 已经价值数万亿美元 可以说芯片制造的每一步都给沙子附加了巨大的价值 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光刻 不过在光刻之前 沙子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比如说沙子里的二氧化硅 要经过高温的加热、纯化以及一系列特殊的工艺 会形成纯度极高的单晶硅棒 把它横向切开 就得到了制作芯片的基本原料 晶圆 光刻顾名思义就是用光把电路刻在晶圆上 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雕板印刷很像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木头或者是石头 做一个写满文字的雕板 然后在上面刷上颜料 铺上纸 再用刷子刷一下 一页纸就印好了 那么在光刻技术里 我们先把芯片的电路图制作成眼模 有导线的部分是透光的 没有导线的部分就不透光 这样就像印刷树里的雕板 再把晶圆表面涂上一层特殊的材料 光刻胶 光刻胶有一个重要的特性 就是受到光照射的时候就会曝光 这样就相当于印刷石后图的颜料 最后再把眼模和晶圆放进光刻机 让光透过眼模照射到晶圆上 让光刻胶曝光发生反应 就相当于把电路刻到了晶圆上 当然这里说的是非常简单的过程 实际的光刻过程要比这个难成千上万倍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的原理 实现起来却需要极其复杂的工程技术 这里的原因就是当我们操作的不是普通的木板 纸和颜料 而是纳米尺度原子大小的东西 一切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那么为了完成一块芯片的生产 上面的光刻过程要重复近百次 而每次都必须保证精度和准度 这就对光刻机的精度 稳定性 机械加工 光源的产生 光学设备的制造 等等大大小小的每个环节 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比如说芯片里一根导线的宽度 可能只有几个原子那么宽 这就必须要让光精准的照射到对应的位置 才能把导线正确的刻在晶元上 一旦出现一点点偏差 电路可能就短路或者就断开了 说不定整颗芯片就暴飞了 这就要求光刻机的镜头和反射镜 有着非常高的平滑度 如果投影物镜的镜片 直径跟中国的东西距离一样大 那么加工产生的平等度 高低起伏的误差 就不能超过一个乒乓球的直径 光刻的意义就是给晶元赋予生命 也就是电路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光刻机也是光学 控制 材料 机械 电子 测量 等等多个领域的先进技术的极大成者 作为芯片制造的支柱设备 光刻机占据全球半导体 制造设备总市场的比重超过21% 2020年的全球光刻机市场总额 超过了135亿美元 如果说芯片是人类智慧的极大成者 那么光刻机就是所有制造芯片设备里 皇冠上的名著 数学能优雅的解释很多事情 比如指引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据 就是摩尔定律 他说的是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 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翻 非常的优雅 大家肯定也猜到了 指导光刻技术发展的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优雅的数学公式 叫做瑞利公式 摩尔定律和瑞利公式两个公式 其实是相互联系的 瑞利公式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 演射分辨率和光的波长成正比 我们用人话解释 为了延续摩尔定律 把芯片上的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 就需要选择小波长的光 这个简单的结论 开启了现代光刻技术几十年的发展轨迹 首先从光谱上来看 紫色光的波长是可见光率最短的 比它更短的就是各种紫外光了 这些就属于非可见光的范畴 那么从光刻技巨头ASML的发展历史 我们就能看到 光刻技采用的光源 从紫外光UV到深紫外光DUV 再到现在的最先进的 极紫外光EUV 光的波长从300多纳米 到深紫外光的193纳米 再到极紫外光的13.5纳米 光的波长都是在不断减小的 这背后的理论指导 就是瑞丽公式 这个公式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超越光学的范畴 甚至成为指引半导体行业发展的重要标杆 正因如此 在位于荷兰ASML公司的墙上 刻着这个简洁而优美的公式 大家可以把优雅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光刻机由光源镜头和机电系统三大部分组成 每一部分都在挑战人类工程技术的极限 举个例子 DUV光刻机的光源其实有193纳米 那么用传统的方法是不能制造65纳米以下工艺制成的芯片的 但是浸润式方案把镜头和光刻胶之间的介质 从空气改成了水 这样就改变了光的折射率 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光刻的分别率 这样就可以用DUV光刻机制造更先进工艺制成的芯片了 这个原理又是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工程时间中极其复杂的 比如说水的温度 水中的任何杂质和气泡都会极大的扰乱光的折射率 影响光刻成像 水如何去进行填充 如何控制泄漏 如何设计光刻机的曝光头等等 都需要精密的研究和设计 那么这次在线下 Asmail也是做了一个1比1的DUV光刻机 我也是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光刻机 原来是这么大的家伙 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没能把光刻机打开 把内部的工作机制一一都复现出来 但是网上其实有不少相关的内容 我放个Asmail官方的视频 给大家体会一下 一束光的旅程究竟有多么的复杂 对我来说 用这个压力的工作室 也都可以设计 在大学院的工作室 能够在家传统通知 你也有个产品的工作室 好吗 对我来说 让你去做国家传统通知 都是一种大事 的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晶圆做移动和调整 再考虑到机械的位移 这就会产生巨大的偏移和误差 而对于复杂的芯片来说 一个小到几纳米的缺陷 都可能让整个芯片失效甚至是报废 所以就需要不断地对晶圆 在纳米尺度做量测 并且实现校正和结果的反馈 从而不断地提升量率 量测主要有两种方法 基于演射的光学量测和电子数量测 其中基于演射的光学量测 用来评估晶圆电路图案的质量 而电子数量测则是用来定位和分析单个芯片的缺陷 所以在一个光刻系统中 这两种量测的方法通常是同时使用的 比如ASML就有名为YALSTAR的光学量测系统 它的特点是快 能快速追踪套客精度这些关键参数 然后快速提供反馈和实时校正 从而提升芯片生产的量率 ASML还有HMI电子数量测系统 它的特点就是细 和光学演射相比 电子数能精确到1纳米的分辨率 特别适用于观察芯片上细微的错误 但是这么高的分辨率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运行速度相比于光学系统较慢 所以电子数量测通常在晶圆电路图案被课施之后去使用 和光学演射方法形成了双保险 在这次追光拼图的活动里 我通过小游戏的方式分别体验了计算光刻、光刻机、量测 这三个对于光刻来说至关重要的技术环节 在计算光刻环节 我用笔模拟了对芯片电路的优化和完善 拿到了第一个印章 这其实就是计算光刻对芯片工艺的仿真和建模 使其接近预期效果 在光刻机环节 我手忙脚乱的遮叠了一个光刻机纸模型 最终还是在小姐姐的帮助下完成了 总算拿到了第二枚印章 在两侧环节 我用尺子画了一个非常不标准的等边三角形 也算是完成了两侧拿到了第三枚印章 终于召唤神龙拿到了三个游戏币 在光刻机的背面的娃娃机里抓出来一个光刻弹 还欧气爆棚幸运收获了一个药池链大奖 唯一的遗憾就是过关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没过瘾 下次其实可以加大伎俩 要是能在光刻机上挂个大屏幕 循环播放一下光刻机的工作过程和原理 效果肯定就更好了 ASML还有一个追光训练营的活动 加入训练营并且完成训练的学员 都可以获得带有唯一编号的证书 作为完成学习的证明 具体参与方式我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截屏保存 那么通过这次体验和学习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 除了这些技术本身带来的巨大震撼之外 还是人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看到的是一台巨大的光刻机 但是它却集成了优雅的数学公式 对光 水 材料的选择和控制 各种脑洞打开的机械装置 各种闻所未闻的精度要求 所有的这些竟然全部集成在这一台机器里 而这台机器又只是芯片制造环节中的一环 与其说光刻给沙子赋予了生命 不如说是发明这些光刻技术的人 给沙子赋予了生命 而这些造出来的芯片 又能帮助人们去创造更多的工具 发现更多未知的科技 或许这样不断的循环和前进 才是人们追光的最大意义 我特别喜欢ASML追光训练营里说的一句话 追光亦可成为光 光 水 沙子 这些大自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通过人们的智慧和努力 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工程奇迹 以祝愿所有心中有信念的朋友 勇敢追光 也努力成为照亮他人前路的那一束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 请点赞 喜欢 请关注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